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贏 祝大家聖誕快樂 今天台股創歷史新高 18039 問題是 雖然說只有過五點 可是它還是新高 可是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 我是樂觀的對不對 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這一趟 我期貨沒做多 態度是因為成交量根本不夠 好今天聖誕節前一天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發生什麼事 早盤這個時候在創新高 結果那時候的預估量 不到3000億 我說那就沒戲唱了 所以說今天怎樣 最後尾盤殺回來 殺回來 早盤這個時候在創新高的時候 新聞在報 報什麼 說因為金融股在拉 好今天這個盤勢啊 我說這個現在的盤勢啊 是類股輪動 來什麼類股 族群嘛 如果說以權值股來講是這個 半導體航運金融對不對 然後另外題材股是原宇宙電動車低軌衛星 我說這六個族群在輪動 結果今天有個很好玩的消息 什麼好玩的消息 這個消息 他說 基原宇宙是噱頭 馬斯克喔 說什麼 沒有人想整天綁在螢幕 綁螢幕在臉上 OK 好 重點是什麼 他說 因為他現在還看不懂 元宇宙在幹嘛 而且沒有注意到什麼 任何可以用來相關的應用 其實他講到一個重點 我說這個做企業的 大家注意看喔 裡面 目前在動的這三個題材 除了元宇宙他沒有以外 他是電動車跟低軌衛星 對不對 元宇宙 他跳出來打元宇宙 他重點是 因為他還看不到 有用的相關的應用 所以呢 會不會受震盪 有啊 今天電子股不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電子股 這邊啊 除了 半導體以外 其他的電子 好像還好 然後航運 不動 這個塑膠 不動 金融衝上去又跌回來 是比較強一點點 可是也不強 也沒有到很強的地步 所以你會看到 我昨天有看到 我不是跟大家講 昨天看到什麼 聯發科 很強啊 對不對 今天創短線 近期的高點 可是 因為他的成交量 真的不夠帶動這個盤 往上衝啊 所以最後成交量 只有多少 你看大盤成交量 2425億而已耶 對不對 漲跌加速其實差不多嘛 所以最後說來 漲14點 盤在創新高 沒有量 沒感覺 沒有舉國荒騰 這種狀況 有沒有遇過 有 可是重點 沒有量的 很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外資不在 外資去放假 聖誕節嘛 他們過年 那過年呢 很多外資 一放放到什麼時候 放到元旦結束 才回來上班 所以說 他有可能 這個量縮的狀況 會持續到元旦之後 就是明年開紅盤的時候 好 剛剛我們看了 二次大全資股 只有半導體 比較整齊 好 可是量不夠 你看 最整齊 為什麼 聯發科嘛 看到沒有 還有誰 聯電漲0.63 日月光漲1.45% 就這三檔 比較好啊 其他連台積電還跌兩塊 對不對 跌兩塊就不知道 抵銷他們多好漲幅 所以說 新天的盤 沒感覺 可是沒關係 畢竟 我們要看一下 真正整個一個 比較長期的格局 是怎麼樣對不對 所以我特別 把這個周線印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周線啊 這是周線啊 所以你會看到 哇 這個漲勢 這麼久了對不對 從之前那個 去年三月 對不對 疫情爆發以後的最低 一直到現在 已經足足漲了 多久 三月到現在 對不對 已經漲了快兩年了 好 那你看 上色高點18034 今天18039 好 出現什麼事 之前在漲的時候 成交量一路增 有沒有 然後呢 這一次盤整 盤整量說正常 然後這裡有一點量 問題是現在是量 往下掉 既然如此 量價背離 我說量價背離 會有一個什麼現象 漲過去沒錯 量不夠 量不夠會出現 後續無力的狀態 好 我說我們要分開來看 有很多東西 可以來了解 什麼東西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以類股來看好了 來十九大類股裡面 十九大類股 我說現在的航運 你看航運 成交比重剩10.4 鋼鐵剩1.8 我之前好不容易衝到5了 結果又掉回來 剩不到2% 這個剩10% 全部的資金都在哪裡 買電子 對不對 都在電子裡面 大家都還是在玩電子股 航這些傳產的資金 沒有流進來 好傳產的資金沒有流進來 我應該說前幾天的節目 我一直在跟大家提醒 我的資金不夠 資金不夠會出現 這種翹翹板的現象 好一套錢 留在這兒 不是留到電子 就是留到傳產 這一套錢晃來晃去 就看哪邊有題材可以做就去 對不對 而且這裡面還不乏有當衝的 好 那現在這種狀況變成一個翹翹板的狀況 那漲跌的幅度都不會太大 它不像之前一天 喔200點 200點 現在說50點100點了不起就回來了 對不對 像這種狀況會持續到什麼 持續到趨勢出現 來我們看一下趨勢怎麼樣 現在大盤格局還在我規劃 之前畫出來的一個範圍內 對不對 是不是在這晃 對不對 就看它是真的有辦法 這是4000億喔 連來都不來 差那麼遠 有沒有辦法過去 就可以到上 在上一個區間去了 否則的話它還是在那邊晃晃晃 看到沒有 或者是 量再說 我說因為什麼 這一區的量太大 這一區的量太大 所以需要什麼 要消化 對不對 我特別喔 特別把半導體 航運跟金融 我們來看一下 你光這樣看你就知道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來 半導體的 半導體就包含台積電 聯電這些 你看 半導體強不強強啊 在前波高點附近 對不對 可是它還沒有頂到最高喔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沒有 好不好 然後呢 重點是這裡有沒有出量 有 這裡有沒有出量 有 出量 出量 都在最高檔出量 那現在呢 成交量剩這樣 你說這種成交量 有辦法消化之前這個套牢的嗎 沒有嘛 對不對 是不是沒辦法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成交量要過啊 因為人性的問題 我之前一直有跟大家做分享 我說假設我就是買在那個最高點 那個 那個人好了 好 那現在股價漲上來對不對 我現在看到我已經快解套了 你要不要賣 你要看一下 如果買盤繼續我就等 如果買盤沒有了 一天不夠高 兩天不夠高 你要不要賣 先出再說吧 差一點點而已 對不對 所以說你一定會遭遇到一些賣壓 這些賣壓沒有消化掉 你說怎麼漲過去啊 不容易啊 那今天創新高 不是半導體喔 那是誰 來我們看還有沒有 航運也沒有啊 你看航運 航運是不是還在量縮橫向整理 對不對 量能不足做區間盤整 我說之前這個高點賣壓 我已經畫給你看了對不對 所以說上次來到這兒 我們那個 我們的長榮 也是停立在這個高點附近 先出一半再講 對不對 我就可以跟他耗啦 我就不用擔心 他這樣跌下來怎麼辦 跌下來我還是照賺嘛 對不對 航運也沒有過高 好最後 金融 金融 金融走勢也很棒啊 對不對 是不是也是橫向整理 對不對 量縮三角準備突破 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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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看起來金融最厲害 為什麼 因為成交量 現在都沒有套牢 對不對 這個量在這兒 現在是不是比較高 這個量在這兒 是不是比較高 這個量 這個量是這一根 然後這個量是隔壁這一根 它就在這個範圍內 它是不是最有機會過性高的 是啊 可是它今天也沒過高 那今天到底是誰在過高 是不是就這三個族群以外的股票 那既然不是主流 那沒有用啊 對不對 在道瓊理論 就有講到 主流類股 必須要怎樣 跟整個大盤 一起過高 那才真的是真突破啊 否則的話 都還不是 OK 等一下再回來跟大家做分享 到底可以布局什麼 低本益筆的成長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聖誕零聲響 禮物三個來 好禮一 幫你出一半 好禮二 開紅盤起酸 好禮三 神秘禮物 暈打頭顧 聖誕溫信禮 錯過等明年 最後一天 錯過上線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打頭顧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 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低個速播 02 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聖誕零聲響 禮物三個來 好禮一 幫你出一半 好禮二 開紅盤起酸 好禮三 神秘禮物 暈打頭顧 聖誕溫信禮 錯過等明年 最後一天 錯過上線 02 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來我們旗鼓雙贏 大家都在想 到底什麼在過高啊 然後這個大盤 居然可以過高5點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檔全值股過高 這一檔 聯發科啊 聯發科啊 他是過近期高點 可是他沒有過之前最高 之前最高在這兒 4月29 還記得那天什麼事嗎 他召開法說會 說過每一年要配息60塊 對不對 結果呢 當天最高結束了 然後就隔沒幾天創新低到821 我說哇好厲害 然後呢 也出大量 好吧 變成說他就在這個區間裡面 晃來晃去 有沒有 晃那麼久 又快要來到前波高點 今天最高到哪裡 1130 那他之前最高1185 這不是差55塊 還沒來啊 可是因為他已經過近期高點 所以 今天過高 聯發科有貢獻 對不對 然後我說 集團股嘛 剛剛看到半導體裡面 還有哪一檔 比較強 聯電啊 結果聯電 也是在區間震盪整理而已 對不對 量能不足 區間盤整 他是不是就在那邊晃 上次我還記得 因為聯電 我們那時候8月份做過一趟 賣在71 停歷一次在71最高 然後呢 後來這裡 這一天突破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說 底部成形 好 他真的就在那邊晃 也來到一個相對高到68 對不對 不過這個區間實在是不多啦 這樣才一成而已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就在那邊晃晃晃 到現在為止還是量能不足 做區間盤整而已 我說那到底現在的盤到底怎麼一回事啊 我說就是族群個別表現 好 個別表現 所以你要看的是什麼 你要看說 哎 到底這一群 族群裡面 要輪動 到底我要選哪一個 我說所有的股票要上漲的一個重點 你要搞清楚 我是題材嘛 對不對 剛剛我們這個 這個就是族群論證就是題材 對不對 可是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 我們這邊要先看一下 它的基本面怎麼樣 基本面 我這邊挑了一個什麼 低本益比 我說為了因為 現在有個通膨 是已經很明確的喔 否則的話FED不會大動作的說 我明年就是要升息 對不對 好 既然通膨是明確的 低本益比就占有優勢 可是我們也不是單純的說 看低本益比就好 我們還要看什麼 我們還要看說 它到底公司有沒有成長 對不對 公司成長 我說不管做什麼股票 成長 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說不管你做的是傳產 不管你做的是科技類股 你一定要看的是什麼 成長 OK 我說做 你要進場做投資 你看得到一個成長的 相對上 它比較有機會 會受到市場資金的青睞 為什麼 因為你看得到 後面有機會賺更多 你是不是以本益比的觀念來看好了 它本益比到現在也很便宜 很低啊 它相對上 我的預期的投爆率 是不是會提高很多 是啊 對不對 我說即使是巴菲特 他也是看 他雖然是做所謂價值投資 他也是用成長股的一個態度 來選股票 對不對 包含巴菲特 包含那些基金經理人 他們絕對是以成長為主要的一個選項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題材 要挑選哪一些成長股呢 那我們先來看 這邊 我這邊拿了一些 低本益比的出來 你看一看這些股票 有沒有成長的機會 來看一下 我說本益比怎麼算 我是不是前兩天一直來跟大家做介紹 是不是股價去除EPS 等於說 假設我股價100塊 EPS有10塊 我的本益比知道多少 10倍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樣子表示什麼 我明年的配息啊 基本上就有可能怎樣 超過5%、6%、7%以上 為什麼 我100塊 我賺10塊對不對 我配息率7成 等於說我就要配7塊 100塊股票配7塊好不好 你算算看嘛 就7%了吧 對不對 你放銀行定存才幾% 1% 不到 OK 那7%應該是很有吸引力吧 尤其在這個通膨 準備升息的一個概念裡面 你拿得到一個高利的報酬 不好嘛 絕對好 最近很多除息的 都是當天開盤就填息了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都是什麼 可能一季除一次 或者半年除一次 像最近不是群聯嗎 一下子就填息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低本益比股有哪些 剛剛講到群聯 就在這 本益比幾倍 9.48倍 看到沒有 所以說你會看 低本益比有沒有細 你要去找 哪一些股票 對不對 裡面有金融股 有什麼 科技股 還有什麼 還有航運股也有 對不對 這麼多 像這一些股票 你除了先找出來之後 你要先看 你要再看什麼 你要去看一下 它的一個走勢 跟籌碼的變化吧 對不對 雖然說 好 現在元宇宙 被馬斯克打了 我相信 多少會有影響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像 最早一次有記載的 一個泡沫狀況是什麼 就是荷蘭玉金香 對不對 玉金香漲到翻天價 然後突然間有人說 為什麼一朵花可以抵掉 一間房子這麼貴 它也不夠是一朵花 當大家發現說 對啊 它只是一朵花而已 結果那個 玉金香就崩盤了 這是所謂的第一次泡沫的狀況 那現在馬斯克跳出來 做這一個小朋友 把元宇宙目前的一個狀況 給點破了 我說它還看不到 任何有效的應用啊 對不對 那到目前為止 只是個行銷的手法而已 我不否認 它是個行銷手法 沒錯 為什麼 因為要引起市場關注 可是這個行銷手法 最後會不會成真呢 那是之後的事 可是不管如何 我們現在只要挑選什麼 挑選這些相關的公司 有真實的營收成長 真實的獲利也有賺到錢 你管它是不是那個 是不是只是一個行銷手法 重點是你要搞清楚 它真實的狀況 對不對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 我說現在整個市場 就是搞不清楚事實 沒辦法做客觀交易 事實上是什麼狀況 你不知道 你只是看到新聞這麼強 趕快去買 對不對 什麼正熱什麼正在創新高 趕快跟著搶 問題是 一天兩天 它突然間人家就說 它有什麼問題 像現在馬斯克出來 點了元宇宙對不對 如果說有一群人突然間醒悟了 我發現 這個虛擬實境的一個狀況 並沒有這麼的熱門 並沒有大家都有這個需求 會不會退燒 絕對會 對不對 我前幾年我記得 有一次有一個 3D列印的東西 3D列印機 一陣子很紅對不對 哇紅到說 因為現在客製化的需求非常大 所以這個3D列印一定會形成什麼 龐大的市場 那我問你 你家有3D列印嗎 一百個人裡面 有沒有一個有3D列印 我不知道 所以說可能那時候炒翻天啊 炒翻天之後呢 結束了 就沒有 這個商品還在嗎 還在 可是就沒有 變成廣大大眾的需求 對不對 所以說變成 它就虛晃一招 過去就沒有了 那現在是 因為我說FB為什麼 為什麼元宇宙被提出來 是因為這一個好嗎 是因為它 是因為FB宣布歐洲萬人真財計畫 是哪一天 10月18號 OK 是因為這個消息才開始漲 不然之前誰跟你提什麼元宇宙 沒有 沒有 那現在元宇宙提出來對不對 重點是 它有沒有辦法讓我們一般的投資人 或者一般的民眾 都真的去參與到這裡面 你參與了嗎 沒有吧 OK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會不會形成一個 是一個泡沫 還是一個真的會發展的東西 我相信啊 既然FB敢做這個動作 它看到它的未來 可是裡面問題還非常多 我只能這麼講 因為之前我在跟大家介紹元宇宙 我說這四個區塊你一定要顧到 VRAR的裝置 網通伺服器要弄好 還有裡面要用的虛擬貨幣 你全部都需要 你弄好了你才有機會 對不對 現在還言之過早 好反正今天沒關係 聖誕節前一天 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呢 我們今天最後一天 聖誕鈴聲禮物三重送 好禮一幫你戳一半 好禮二開紅盤才起算 好禮三神秘禮物 直接送給你 今天是最後一天 戳過今天等明年再說 謝謝大家今天的觀賞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